鬼哥看什麼戲 4月15日二次人生 為自己人生歡呼一次 祝你們見 Hello 大家好 我是胡子彤 你現在看的是鬼哥看什麼戲的頻道 我主演的電影《二次人生》 你現在看4月15日 就會上映了大家快點 我發覺鬼哥看什麼戲的頻道 主持是尖做主持也好 鬼哥的人也好 他介紹的東西也好看 你也沒理由看這個頻道 但既然他介紹《二次人生》 4月15日 你們不是不入場嗎 鬼哥看什麼戲 我就覺得應該是看 有一套叫《二次人生》 就好像是在 4月15日上映 應該是 是農曆還是新曆 新曆 新曆 4月15日 4月15日記得看《二次人生》 希望大家捧場買票捧場 多謝多謝多謝 多謝多謝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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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大家先進行演員講講 自己在這部電影中的角色 好 Hello 大家好 我是胡子彤 在電影中 我的角色叫做李梓恒 他是一個 大家可能會覺得他有一個廢青 但在我的角度 他是一個 什麼都有的人 他有一個很好的家 他有一個很好的同行 他人生幾乎是完美的 在我們香港人的眼中 但就是這麼完美的時候 其實他就是什麼都沒有 因為他已經有了所有事情 大家好 我是Sophie 浩欣 在《二次人生》中 我飾演的角色叫做 子玲 子玲和子彤飾演的角色 和強尼 都在同一間地產店裡工作 我是一個很清晰的香港女生 我知道自己要達到某一個業績 賺到某一個金額的錢 我就去再實現我第二個夢想 其實我一直都很想做Working holiday 我就去愛爾蘭去探索這個世界 其實我自己那條線 主要是和子彤有一個很微妙的感情 我們互相都會有些傾慕 可能大家在價值觀上有些不同 有些磨擦 以至最後會有些爭奪 有些分歧 所以在我們的感情線上 都是和很多大家在社會上 都會遇到的關係很相似 有些無疾而終 有些遺憾的愛情 Hello 我是強尼 我在《二次人生》中的角色叫做余良 余良正正是他們兩個在地產店裡的上司 就是要有分店的經理 同時他和子彤色英的理智行 其實是有很小的小學認識 就是有小學同學 如果社會眼中理智行的廢青的話 余良就是一個很努力在社會上 力爭上去滿足社會上的客觀的盡質 你有老婆有子女 可能有樓有車有試驗 各樣都做得很足的一個人 他做得很足的時候 他都很想他同學和朋友 你都不如一起做得很足 所以在過程中就會有扶持勉勵 甚至鬧和激動的情況 所以希望朋友是可以符合社會的標準 好 不如現在我先來問大家幾個問題 不如先問導演 導演其實電影就是一波三折 在容姿的過程中 其實由籌備去到拍攝的時候 當中是什麽令你堅持下去 好像電影一樣 一直都可以說 堅持 即是自己和朋友說我想做電影導演 或者想拍到自己的第一部電影 應該說了十幾十年 所以去到已經差不多 我們可以和監製錄緊所有的劇本 演員 所有事情 其實團隊都準備開始的時候 我找不到藉口 要因為那個事件 要放棄 所以那一路都是我堅持 都很接近我想要做的 那為什麽要放棄呢 所以其實就是 好像紫棠在電影裡一樣 一步步捱到終點 那現在只見到終點 就沒有 還有很長時間 即是見到終點位置 其實這個戲裏面 不同的演員 他們自己都會有些問題 和要取捨的地方 那你自己現實上拍這個電影的時候 有沒有些什麽是放棄過 或者是取捨過的 放棄我的錢 很可憐 很可憐 我覺得沒有東西 我都很坦白 我都不斷告訴別人 其實我是忘記了所有的 都很足夠的 明白明白明白 還有一些未來的活房秘密 未擁有的錢都會有 大家聽到 一定要入場買票支持二次人生這部戲 不如就問一下子彤先 是 子彤 其實知道你本身都有些運動的底子 但是今次做的角色 是和街跑有關的 你在這個設計上面 跑姿上面好像都花了很多心思 我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你怎麽準備這個角色 其實 很老實 我沒什麽怎樣花很多時間 去 在一個跑姿上面 去怎麽轉眼 但是導演就跟我說 喂 子彤今次拍 跑步電影 但是一件事就是 你要 不懂跑步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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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樣最衝擊的 增肥 嘩 沒有時間啊 導演 盡力吧 那我就盡量 在那段時間 完全不做運動 盡量吃東西 吃東西 希望 達到一個 一個廢青的標準身形 但是 困難的 但是享受 還有 怎麽去拿捏 跑得不好的地方 很好笑的 就是導演已經邀請了一個跑步教練 教導其他人跑步的時候 我就做一個最極端的相反 教練叫你這樣 向前行 向前身 我就完全做另外一件事 那就完全拿捏到一個 一個很直靠的一個人 明白明白 明白 好 其實另外 我知道 海恩你 在角色裏面 都會跟男主角 有些少許感情 如果現實世界裏面 讓你選擇 有三個男人 向來 有導演 為所犧牲在一切 有子彤 那就是得過鐵過的男生 你會選擇誰 做你人生的另一輩子 其實我等了這個答案很久 你收到這個問題到現在 對 首先我要說 就是三個都是很好的男人 多了 多了 但我會選譚耀文的角色 哦 OK 中龍之道 因為我覺得其實她那個角色 是符合他們那麼多個人都有的性格 真的 她很顧價 對 很穩陣 而且她很浪漫 她通常結婚都會忘記了以前和老婆的一些承諾 但她居然堅持自己身體不太好 都要完成那個才事 我覺得這個禮物我自己都很想收到 是超越一些物質上面的感情 是 好 好 Sophie看到你新養了一隻貓 其實是因為什麼原因你會養牠呢 是否給一個二次貓生牠呢 其實是機緣口 我和我的好朋友Koiso 一起去一間佛堂 那裡 她就拍攝 她拍攝的時候 那隻貓就帶了好 我就和牠一起去探貓BB 一探就忍不住了 因為我看到一些錯身的BB 就很想照顧牠 所以我們一人一隻就說 我們一起養大牠 那 就是 與其說給了一個二次貓生牠 不如說給一個二次人生我 因為我是很想人陪著我 我自己一個人住 那還有我就是 第一次照顧小動物 就是第一次有 好像一個媽媽那樣去照顧牠 我覺得她的貓不敢很大 就是 因為牠貓BB有經常都不睡覺 所以我要重新考慮這個 生育的問題 因為 因為那個貓真的很大 但是 我就 很開心牠可以健康成長 我會更加努力賺錢去養大隻貓 好 好 我心肩 不是 找到 找到 一個理想的形 已經找到了 靠自己 剛才說到譚哥 其實主角 也跟譚哥有很多對手 有什麼果包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覺得最深刻 或者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在 看我的用品店 譚哥的醫院出來 我跟他單對單吃飯那一場 就是 勸他不要再跑 不要那麼蠢 但是 那個場景 我記得 我們做了三個停 而 譚哥在每一次的過程裡面 都給了 不同的反應 我 那我那一刻 譚哥你這樣來 好 我就另外這樣去 就是 很開心的就是 他每一次都給到新的東西 我又可以給到什麼新的譚哥 拍完看完 螢幕出來 就跟譚哥 點頭摸一摸對摸 嗯 是敢玩 是敢玩 這個過程 很棒 問問強尼 其實這部電影 其實男主角 和這部電影 都是被人 有些年輕人 他們得過 他們的生活態度 可能是沒那麼搶的 但是強尼 你在演藝界 或者在螢光拍攝 都是給人一種很進取 很上進的感覺 當然 是呀 看你走著遲 看你走著遲 走著遲 你自己人生 有沒有經歷過最低潮的位置 有的 我覺得每個人都有 很正常的 是 尤其是 我們這個行業是比較被動的 而且你這十幾年 其實行業的變化很大 我也是在這個行業 都做過好幾個不同的崗位 譬如有平術院 主持 演藝院 都有轉過 所以 其實你每次要轉一件事 你要經歷 再由新的開始 又再做 即是說邦那麼上一筆 中藝主持又生 演練又重新 每一次都是由靈 都可以做 那你是說高低不是的 但是你沒有這些新的東西 你反而是 你刺激自己 就是繼續行業 我覺得 但是 去到我們這個年紀 應該都 實有 你面對過一些生活 關係 工作 朋友 即是你什麼的困難 都會有機會 很正常 嗯嗯嗯 明白明白 那你一向都是做一些 電視節目比較多 那才是拍電影 其實當中那個方式 有什麼轉變 或者你最不習慣的地方 是哪 我覺得這套戲 我覺得很 沒有什麼不習慣 因為 即是 一開始 已經跟我們 溝通了很多 他的拍法想怎樣 他又給了幾大的自由度 我們總之 即是他給了 他的 他的想怎樣 他很澄清 那他兩位 其實 我經常都會看他們的戲 我們也跟他唱合片說錯了 所以很多人會見 即是 Sofie演戲我看過 始終演戲我看過 那 其實他們也有做一下Viu的劇集 偶爾也有見到 COME FRIEND 這個感覺好像是 勤的 即是 即是未正式做過 總是覺得不是一個很遙遠 完全不認識的人 所以一開始拍的東西 我覺得其實是 smooth 沒有什麼 就這樣說 好 那最後問一問四位 一個問題 這個電影的主題 就是要為自己人生 去歡呼一致 那你們四位覺得自己 最值得為自己人生 歡呼的時刻是什麼呢 或者可以說一些未發生 在期待的都可以 對 女性 女性 對 對 其實我拍到二次人生 就是為自己的人生 幸福 好 好 因為我跟他們一樣 我們都是比較多 在電視上的演出 那 這次可以在大銀幕見到自己的演出 其實都 等了很久 很多人都說 就來到你了 你真的有拍很多電視劇 總會有人看到你的 但是 一直都是等很多機會被動 那 這次 可以參與其中 我覺得 可以讓觀眾 在大銀幕裡 拿走一些的感覺 我覺得是 我自己 很感動 好 那smooth呢 我想是我選擇了去做演員那一刻 是 因為很老實說 就是 我基本上 之前所有人生的歡呼 都會覺得自己做得好的地方 就是 可能選擇了彭球這個運動 那 去到現在這個階段 我就覺得 我選擇了決定去做演員 就是 我 這個時刻 最值得歡呼的一個時刻 是 嗯 和你呢 我和自己都差不多 嗯 是我每次又一樣 我做得開始熟習的事 我都不知道為何有個心癢 和衝動 轉去做另一件事的時候 我覺得 啊 配火力量又不死 但是 那個確實 我覺得是令自己 很alive的 會一次 會一次 再經歷一次 再經歷一次 這樣 每次都夠膽做 都 挺大膽的 好嗎 這樣 很聰明 聰明 好 那導演呢 我 都是一定 那個原因的 就是 嗯 嗯 想 超過可能 十幾二十年 想做的事 嗯 還要是最困難 我也覺得 這是最困難的 是 就是如果 我也想找到 和旅行的人 在那裡 做的差不多 就是我也想找個 那裡 大家相信一下 大家都蠱蠻 是的 原來 可能說真的 香港原來是有很多的 但是對我來說 我覺得 之前籌備的電影都 做了 做了 還要經歷了 但是香港最亂的時候 那兩年 都 都熬到現在 其實等下 都想不到 還在那裡 還站在那裡 還看不到 終點 那裡 已經很值得 就是 我剛才 我記得 有提過 自己有想過 這個問題 就是 這句話 很定不定 因為這部電影 有了這句話 搞到我 就有很多感到 整天都是這句話 在腦海裡 就好像變成了 是有責任的 但原來 原來 不是那麼容易 就說說 那樣 就是那樣的 令你繼續走 好 好 很感謝四位 今天接受我們的專訪 相信觀眾們 都會很期待 一起去為自己的人生 歡呼一次 現在不如我們進入 一個遊戲的環節 會不會有鬼哥 跟我們一起玩 一些小遊戲 是這樣的 今天來到玩遊戲的部分 這個遊戲就叫做 一二三讀背景 就是要大家 互相讀大家出來 那怎麼玩呢 其實我會講一個 會講一些形容詞 嗯 然後我就會數一二三 你就不准想 不准看別人的答案 就一二三 就要讀那個人出來 指著他 當然要講一下原因 好 那就來了 第一個 最不考得 準備 1 2 3 哈哈 哈哈 都很猶豪 很猶豪 指自己真的很猶豪 不如指強力 可不可以這樣說 不如被指最多位導演說一下 2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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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導演說 不是 我只是代入了他在電影中 所以我覺得他不可能 都不用跑 不是 他感覺上整個造型 班工 人 顧家 都不遲到找工作 所以我就不覺得他 那誰剛才指導演的 為什麼要指導演 導演 你買部機後面 導演是導演來的 不用跑的 對 沒有跑部機 需要的 對 也對 對 一定是指導演 就是要跑數 數 都是要跑數 防徵 強力就跑數 對 導演就跑飛數 對 跑票房 這樣也說不可以 已經跑了 要跑幾千萬萬 可以 來吧 好,第二條 在片場上 搞最多難的 1 2 3 我 很平均 我 是力強 不是普通 指導也是強 那你可否指導一下自己 我也是指導一下自己 可否 我也是投入雨量的世界 還有 其實我覺得這次拍攝很輕鬆 很輕鬆 他也很友善 很友善 但在我心目中 因為她是 就是 一個女神 她 真的 說這些都挺難的 對 即是 即是 到中宵 彈了長沙環 我忘記 什麼吃宵夜 還是說這個心 我是林海英國人 說 嘩 那就是 其實你們兩個 又知道 我猜過 誰呢 隨便 都是你 就是我 如果我說這些 難些 你所對人 對 難些我都 OK 可以做到朋友 對 好 今天下一題 我不需要解釋 為什麼導演 我當然沒有 導演是難免笑張 對我好像我剛才舉個例子 導演你今天很英俊 他說 我一直都是這樣 你今天才笑 我不是這樣的 你先 導演你今天穿得很好 好 不是 OK 差不多了 廣告人 我說廣告人 是有要求的 我完全不覺得好笑 我覺得好笑 所以他不是難記招我 我是消遣低 好嗎 好 那我們下一題 最不聽話是學生 當年代表 四位都是學生 我們準備 1 2 3 指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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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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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不聽別人說,不聽別人說,你要為自己冒上去睡覺 那是好東西,那為什麼你會說我不聽呢? 我是想不到,你又難得多,不如是你吧 那我的最後一題就是,最精能量的那位 1,2,3,紫 你是紫桑比的導演,是嗎? 我自己知道 Sophie,你要解釋一下 我自己解釋 你為何會被人說你是正能量 因為我笑點比較低 很容易被人哄得很開心 我經常把一些不好笑的事覺得很好笑 令旁邊的人覺得我笑很好笑 有沒有錯 我覺得是的 我記得有一晚我們在地產部拍到很晚 三夕凌晨 她是一個好哲面態 差不多 她是一個好哲面態 我們幾個都猶豫 我們不是趕下班但我心想 我們的進度會怎樣 沒有問題 OK,沒有問題 她經常吹外面那個箱子 OK,我們沒有問題 她要不要跑到導演那裡 沒有沒有 我們不做這些 我們自己為自己 為人生活 我們為自己每一場 我們為自己每一場 非常值得兩個人 沒有 那有沒有想到什麼好玩的問題 都不行 因為我們想 我們就已經有一個既定的方法 我們已經有一個好玩的 那我大膽一點 如果不肯答也沒有問題 OK 誰呢 最多NG 阻人下班 我想不到 我想不到 好,準備了 導演也計算了 是啊 好,準備 1,2,3 指 我沒有問題 導演要前面看 現在解釋 我們做都不好嘛 所以就要很多 很大膽 我覺得 那個 我也覺得自己 因為這樣說 我是不太多的 我不記得了 大家記不記得 好像很多拍 很多 大部分都沒有 1,3 但是為什麼 變成我最多 因為我經常被我拍 我都是累積的最多 那是總數我最多 但是我很記得過程 我盡量是小剔的 我覺得小剔是很不斷 不斷死磨難磨 不好意思 連演員都會沉 那你會抓到 那一兩下就夠了 我自己為什麼會覺得是導演呢 因為譬如我們自己 對自己的角色 或對方的將額 其實可能我們自己會有 一些既定欲 對方的想法 另外一些戲 我們覺得是這麼做 但是原來導演裡面 他有一種 Tone and manner 其實是很清晰 嗯 可能有別於 我們平時看的 在香港的時刻 或者香港電影的節奏 或者 或者Energy 嗯 所以我們做完的時候 我們以為覺得 都是 敢掛理智行動語 嗯 但是導演就會回來 他Tone的很微細 可以 可以動小一點 頭 或者 Tone的低一點 可以動小一點 它是會比較 撿這些 微細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 是他 要求理想通常 要求這些位 即是要求我們 可以做 OK 遊戲到這裏 真是很多謝四位 這次上來 貴哥看美氣業受訪問 大家記住 4月15號 一定要入戲院看 二次人生眼 OK 多謝 謝謝 謝謝 回家 好 謝謝 我